生肖狗生肖树狗人前端时间受到不命连的影响 在事业和生活方面一直处于皮育淫妇的状态 可以说是这些年来十分倒霉的一年 好在树狗人能力出众又勤奋积极 面对不利的局面 他们不会消沉 更不会持续信心 凭借积极的努力 在事业上会直来运转 七月份以后大吉大利 喜鹊登门 方方面面都会有非常好的表现 未来后才大发 事业风生水起 可谓惊喜连连 生肖龙生肖鼠龙人今年充太岁 年面并不算有力 可以说处处都有阻力 在事业会付出以前几倍的努力 才能取得好的业绩 好在鼠龙人是结交广泛 又着丰富人脉的人 他们面对困难 并不是一个在战斗 会不断得到朋友和贵人的相助 使自己能够轻松的应对挑战 七月份以后 鼠龙人裁员广将 事业风生水起 可谓时来运转 未来一段时间才运上升很快 身别喜事不断 生肖牛生肖鼠牛人 今年虽然走过了一段不顺利的日子 但是在七月份以后 会在事业上取得新的突破 从而给自己带来更多的有力发展机会 鼠牛人平时给人的印象比较刻板 不善于变通 实际上他们是很注意把握时代脉搏的人 平时注意学习积累 有着非常出色的个人能力 在下半年随着日式的转望 鼠牛人必然会在事业方面有大的提升 财富收入连连开涨 可谓好胜利